可以的 但是现在的胜率 还是要有待昌雀的 来吧 我们来看看两边 来到BP环节 KPG在蓝色方 还是要搬佛约哥 虽然被削弱之后 但目前也是一个 还能上场 的存在 主要佛约哥的这个机制 太独特了 自己又搬掉人马 这是要为一抢泰坦做铺垫 那看看WHG 莉莉亚和泰坦 要么我感觉都放出来 对吧 对都放出来 自己最起码能选到一个 都放出来 然后还能搬什么样的英雄呢 WHG得思考一下 像EZ像霞 是的 把霞摁了 把霞给摁了 左边有一抢泰坦的空间 一抢泰坦 先把EZ拿掉 EZ现在优先级也很高 看一下蓝色方 主要打一个什么打法 是比较偏重于 后期仰仗下落 其实我也觉得可能 一抢EZ的效果 会更好一点 因为现在泰坦和莉莉亚 都在外面 对吧 对的 可以给到红色方来做一个选择 然后我再拿另一个组织 我的阵子 但问题也会存在于此 那万一KBG一楼拿了EZ the rear WHG直接把泰坦和莉莉亚都出了 其实也挺难处理的 也可以 泰坦直接摇到辅助位 是的 果然要拿泰坦 那看看这个莉莉亚应该得出了 或者说这个 是 这俩一起拿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然后双IP 整个阵容应该补一个AD的中单 像亚索一样 左边看一下 女坦这个阶段 还是要先拿一手 我觉得要么女坦 要么九筒吧 对 九筒可以 或者说九筒亚索直接一起出 这也不错 这个直接有兄弟帮你攒风 不出九筒 但亚索要拿 我现在AP打野还能补的是一个伊夫林 是的 这种情况下 可能后两手九筒会被绊 但辅助位的选择还有很多 所以倒不是特别担心 主要是KBG 他们这一楼不拿亚索 WHG大概率会拿 对的 因为他们也需要补一个中单 现在还有杰斯 包括像永恩可以去选 那他们的这个射手要不要 其实射手因素不太多了 先把剑膜拿 把剑膜给拿了 然后自己把盖伦给绊了 对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先出上单 主要今天对WHG来说 中路的Pabo选手 刚刚登场 我们还不太了解 他的英雄池到底几何 这手剑膜有可能是走中路的 来一个战士中单 有没有刺中可能 看看班的话 可以班盖伦 盖伦 或者说对面辅助位置 也可以封锁一下 像九筒 像奥恩 盖伦加九筒吧 杰斯 因为这两边现在中路 拿的就只有永恩了 拿的比较舒服的 不过永恩在上一个版本 又遭削了 对的 很难受啊 永恩玩家们 这英雄还是看手法 主要是弟弟亚索 才不断被加强 哥哥永恩 接二连三的被砍 说实话有点说不过去 对 这有点像小时候偏心的家长 对的 看一下最后一手 像女坦 感觉还是得搬九筒吧 最后是搬了奥恩 对 因为有鸡飞嘛 配合一下压索 那左边的话 给到 因为现在帕布的选手 他登场没有数据 我是觉得可以把维鲁斯给搬掉 中路按掉一个杰斯 还是要搬永恩 刚才也是我们重复说到的点 但万一这一局把剑魔 摇去中路对位压索 其实KBG这两手搬人 就相当于无效了 是的 看一下下路英雄的选择 包括现在还有泽力 能够登场 要不真是这样吧 感觉剑魔摇去打中路 或者说其实WHG 如果中单能够使用剑击的话 剑击也可以掏出来 就上单可以拿一个像卡密尔这样的英雄 然后配合着泰坦嘛 哦 卡莎出来了 卡莎先出 先拿一个比较稳定的 后期可以发力的AD英雄 嗯 左边这套阵容看给亚索能击飞的 那下酒桶比较好 走到这边拿点 那就是青钢瘾加酒桶吧 对吧 给KG拿到一个能够单带的英雄选择 青钢瘾加酒桶只能是这样了 对 最后值得我们考虑的就是WHG这一手 剑魔的位置 看剑魔到底走哪里 到底走哪里 但感觉如果是剑魔走中的话 上路也没有太好的英雄 甲克斯 那就只剩下甲克斯了 是的 甲克斯在这个版本 由于我们现在的客户端当中还没有正式时装嘛 嗯 这是在6月20号的时候会迎来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可以期待一手 还是要拿 那这样上路甲克斯中单的剑魔 这一手POPO选手登场呢 一上来就给你整个惊喜 哎 剑魔还是今天有摇摆的主性在的 两边阵容成型 呃 线上压制力来说 其实都有说法啊 这个中单打还是看手法 嗯 其实这两个阵容对比下来 我个 我自己啊 可能会更偏向于KBG的阵容一点 因为他们拿到伊芙琳之后 嗯 呃 效果会不太一样 在此前的比赛当中 大唐的伊芙琳效果表现非常非常的好 对的 嗯 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为什么 愿意把泰坦和莉莉亚这样版本OP英雄 放给红色方的原因之一 自己先抢 伊泽瑞尔 对的 而且蓝色方的这个英雄 打野英雄 他可以先 上路开 然后往下刷 这是蓝色方前期有的一个优势 下路选择的是一个EZ加上球桶 线上比较强势 可以说用换闪打法来打你技能的这道组合 看一下前期对下路打野方面怎么样设计吧 我感觉其实中路的建模打亚索 好像也还可以吧 还可以 对亚索来说压力没那么大 对的 我甚至在想可能 如果把武器大师要去中路打亚索 效果会不会比建模好一点 这也有说法 都是经典对线 感觉压缩打 贾克斯会更经典一点 是的 只不过武器大师在上路需要吃资源的嘛 对的 要吃资源去发育 来提升自己后期的一个担待能力 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对 而且确实现在摇过来 上路的一个轻药运用来打贾克斯 也是一个经典对线 就这阵容选我觉得没毛病 就两边的教练都进去了 给到大家一个非常不错的阵容 是的 来吧 比赛正式开始 欢迎来到召唤师峡谷当中 大唐先来到自己的红区 布置一个防守眼位 嗯 因为 其实前面建模 由于自己的技能CD比较慢 压制不了压锁的线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是看他的这个 线上里一点下路打的就很凶啊 打得很凶 但是现在伊泽瑞尔前期的对线强度太高了 被动周能高涨叠满之后 就上去不讲道理的 又命中了 想要闪现过来找这个伊泽瑞尔 双方 刮虚弱 但是伊泽瑞尔对比起来明显要更强啊 先把卡莎收下之后 要杀两个嘛 迈坦也走不了 命数射击又命中了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有二继能断 这个位置已经没有闪现了 直接被击杀 伊泽天狐开局 我感觉 WHG这边下路有点太响当然了 因为他们闪得很果断 可是卡莎前期的作战能力实在是太弱了 在这个版本 而且卡莎的召唤师福恩 他的选择是一个致命节奏啊 嗯 他前期打架是没有强攻来的那么实在的 对 那这一波下路的限杀 而且给伊泽瑞尔 AD拿到两个人头 让WHG很难接受 我觉得WHG下路已经炸线了 这刚刚开局有点不能接受 伊泽瑞尔回家贪婪直靴 而卡莎还是一把长剑 有点对不了线了 有点对不了线了 因为前期你就是打线上的话 卡莎也不太好打 他是得叠装备成型 而且这局莉莉亚 他是拦开往上刷的 对下路也照顾不了 而我们能够从小地图上看到 寡妇已经开始刷下颗线了 没错 刷完下颗线 一会儿到达五级之后 对下路可能又是一波包围 中路Cloud过来 是配合剑魔 打了亚索的一套血量 防止亚索提前去动 来支援 大唐已经到达五级 怎么说剑魔也赶来了 这波必须要保护卡莎呀 正面这下视野 下路蓝色方推的还是挺凶啊 但是 Pubble在这个位置回城 要被找到了 不过差一点点伤害 能烧死吗 最后一点点的血 不是一个点燃 没有最后烫死 这波对Pubble来说 险效还生呢 感觉大唐伤害计算稍微有点失误 因为他手上有一个 冰函惩戒刚才没用呢 闪现过来 找这个料的 上来之后能收下吗 被套了一个虚弱 坏了大唐 能换一个 不过这波换了 其实感觉有点小亏 有点亏自己的节奏了 OK Buff也刷掉 主要对于 Clover来说 他这个第一波排山倒海 直接把你定在原地 没有操作空间了 没错 而砍杀第一波由于自己技能交的比较早 所以虚弱在刚才又是赚好的一个 打得挺激进的 因为大唐刚才自己先动手 没有击杀 然后坦下虽然说换了一个 但感觉节奏也是耽误了一点点的 如果那一波在击杀剑魔的时候 交了冰函惩戒 把剑魔给击杀 其实是很赚的 是的 那就很赚了 大家看一下吧 现在莉莉亚刷到五级 但是目前看下来也没有什么节奏 主要是自己下路已经有些裂开了 塔皮都被吃光光了 这个就到了 相信中路和上路的环节了 下路卡杀金刚能稳吧 问题是上路也不好抓 青钢引有很多自保的手段 还是看一下五分钟 来到的一部剑圆团了 因为莉莉亚这个运行 前期还是偏刷 没错 交通过来 大招直接杀回一个泰坦 吃了一下防御塔伤害 好在有闪现 哥浅这局手感不错 哥浅和Sunflower这两个下路组合 来到KPG之后 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稳定 对的 那慢慢的到现在 队员之间的磨合也会越来越好 其实他们下路两个 我觉得一方面是稳定嘛 然后现在在拿到一个好的阵容的时候 也会打得特别激进 对就是蓝色方你第一抢的这个英雄 是非常有价值的 一定要在他自己所属的线上 打到一定压制力嘛 现在给到Sunflower 是能够承担起这个重任的 好 自身护盾换血 现在 Lilya就还是先刷起来 然后 两边资源团 因为在刚才给到的数据当中 KPG对于狭鬼先锋的争夺效率 是没那么高的 主要问题来了 就是第一波资源团的时候 Etherail这个装备有点豪华 而卡莎 就他们有选择权嘛 卡莎现在得一会儿回家之后才能把借攻给摸出来 所以时间上面肯定是来不及的 打一个时间差 四分半钟 中路已经开始换线压线了 将剑模具摇到上路处理兵线 那有可能是红色方想先动这个先锋 卡莎回家回补啊 这个时间刚刚好 第一波资源团非常关键 KPG现在 大唐过来找到了Roki来打一套 逼出了贾克斯的反击风暴 这波KPG更愿意动这条小龙 但看看能不能利用自己比较强势的下路双人组 去看一眼先锋 准备转了 这下想待一下大唐的位置 还在蹲 找到Roki了 大双 大招直接框 很担到挑过了 那武士大师能走吗 有屏障 有纵视之威 被二段的精准礼仪 由卡密尔收下这个人头 他打一个打档找到了 大双往后拉 想杀 直接猎手本能 收到了大男子请这个位置 有闪现能够往后拉的 寡妇开始直接来打龙 这个位置打得有章法羊毛 在草丛位置直接蹲你大唐 是的 而且亚左很聪明 29把峡谷前锋 他很想拉脱 差一点点 不过这一波有KG在 能不能拦一下 闪现被逼了出来 先锋还是被拉脱了 安然九好坏啊 TMP已经先把这个都拿到了 有一个风墙过来 闪一个风之后看一下 吹起两个人狂猛崛起斩 而且赶来大唐仙 收下了这个卡莎 最后先锋还是被莉莉亚 给收下来 那这波要再追的话 你在一个精准弹幕 刮盘了敌方两人 还在追 贾克斯先倒下 伊泽瑞尔还能输出 又拿下一个Double Kill Holo走不了了 这一局啊 蓝色方感觉赚的大了 好像游戏要结束了 因为伊泽他前期发育太好了 然后刚才下路给了一个支援 打的这个贾克斯血量比较残 然后刚才上路的这一波 也是精准弹幕消耗的比较多 再来看一下这一波回放吧 主要安人九 他这亚果是真坏呀 就是用自己来拖延对方的时间 而且这个大招很好 主要大唐拿这个鬼魅神法 总是进场之后 先把你后排切掉 卡莎第一时间被击杀 然后安人九在正面拖了一半年 没有办法 在前期的AD食物链当中 卡莎可是目前最底端的一个呀 AD被搬的 主要侠也被搬了嘛 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看一下红色方的这个先锋 是怎么释放比较关键了 从想来拆中 这边直接闪下去开 能攻回来 但是伊泽瑞尔好像撞的还可以 不过最后还是被卡莎这边给收下来了 电魔想失去一下 反身KG去光 怎么说这个电魔能走吗 最后一个 再捧扫直接收掉 我好在是吃到一个 吃到一个终结吧 把伊泽人头给拿到了 刚才先锋也放了 蓝色方的终于塔的血量 摩得比较低了 是的 可露的现在还是很敢开呀 没办法 在绝境之中 因为现在这个经济领先 对于乌乎gaming来说 很难接受了 这样刚才一波进去之后 又给KG涨了三人头 反而是单人路的KG 把伊塔给拿入手中 那这样一来 中路的先锋 其实就是相当于帮助队友 吃了一个塔皮的经济吗 是的 现在乌乌gaming 经济唯一比较好的 就是三人慢了 没错 过来搁浅迷路了 太坦大招给到 而且Lilia也给了大招 杀心很重 最后扛了很久的 还是被击杀掉了 这波脏 Flower不能上的 这波酒桶出现在这儿 确实有点不讲道理 他只要身后也没有兄弟 对 感觉现在对于乌乌gaming来说 还是Lilia是重中大哥了 因为在之前比赛当中 也有开局不顺的Lilia局 然后后期翻盘的情况 需要再让Lilia发育发育 三件套最后 加入大堂在找机会 不过这个吹风稍微短了一寸 没吹起来 在兵线运营方面 青岗影可以直接跳贾克斯脸上输出 这一局青岗影发育也很好 在前期带线需要优于贾克斯的 不过到后期之后 如果贾克斯能起来 其实青岗影边线就有点打破 对的 下路就是一波 四包二 这个大招炸得比较一般 但是先把防御塔给拆掉 剑魔很危险 剑魔有闪 能够拉扯 再挂一个大招 效果也不太好 结果队友赶过来了 能够拉扯到的也是一个九头 那九头很肉 大堂回血在找绕后的位置 已经有一个闪现出来了 在大堂脸上 大堂迂回了一下 再想想要不要上 勾索过来 先给站住横扫消耗一下 一个冰球定到了 一勾 而且贾克斯就在后面 反击风暴进来 有没有机会 没有晕到人 反而自己是被带走了 被规避掉了 正面继续再往前打 一个人扛 四个人再往前 但没有留人手段了 没技能了 不然刚才KG这波 战术横扫减速四个 是的 感觉刚才 勾克斯差点打了一波配合 因为一来要睡到 然后贾克斯也想进场 但是KG的规避手段 太老道了 没错 主要真没啥办法 就看看在 贾克斯改版之后 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主要这个版本的贾克斯 也是这个问题 太拖自己的发育了 因为出装思路还是神分加上峡谷制造者这一套 发了一期比较晚 在前期打团的作用确实也没那么大 很尴尬嘛 没错 看一下之后的这个调整 能不能让英雄 能不能增强一下贾克斯这个英雄前期的作战能力了 是的 现在打到十分半 蓝色方经济六千多的领先 伊泽瑞尔很肥 对位经济领先两千一 现在已经两件套了 而且莫总也叠满了 两个人在打龙 然后小龙没办法 WHG只能双手相送 也是在为自己争取一些发育的时间吧 莉莉亚目前回身已经两件套 大面具加上峡谷制造者 还能再往后面拖 感觉第三件可能面对大唐的伊夫琳 是需要做一个网面的 不然一旦莉莉亚被伊夫琳一套给秒掉 后续WHG也接不了团战 对 其实现在对于泰坦来说 没必要像开局那样 就是总找机会 他们可以尝试进行反打 因为右边也是有比较好的这种反制的手段的 然后打一波爆发 尽可能打出人数差 大家先把莉莉亚扬起来 看看后续能不能打 但其实现在账面上对于KBG领先已经很大了 是的 KBG几人想过来推这个伊塔 但是也被泰坦给找到了 但是我掀开泰坦 金刚颖最后铜碟踩住之后 一个打招是给到了九桶 在侧翼卡莎米亚作给找到位置了 想要一次反击风暴过来阻拦一下 打了50大门 Polo还想上 自己的闪现被打过来了 中路线到了这个中路塔不是特别好手 KBG从长级选择撤了 真打不过呀 现在 泰坦好在身板比较肉 他前期吃到经济了 从BP的角度上来讲 这一局拿到中路的建模面对亚索 其实也没有打出应有的压制力 对吧 因为在我们联盟手游当中 对线期是比较短的 转线太早了 接过阵盘之前就转了 对的 所以就能看到目前建模的发育 也不是特别好 而且安然九对亚索这个英雄 还是很有研究的 很喜欢拿 过来找到了 二打一 这一波有危险吧 伤害够够 一个风墙 他挡掉了Cloud的疏通航道 没被够回去 很关键 主要兄弟们也快到了 这一波还好 而且安然九也是新大 闪现都不交 没错 现在蓝色方有大龙坑位置的 占据权啊 大龙已经刷新 青钢银把尚武兵线给处理 这是可以去尝试的逼一波大龙 还是要以大龙维尔 来逼迫对方进来打团 这贾克斯应该露头的话 蓝色方有可能直接开打了 没错 先把视野轻一枪 KBG现在开团的手段很多 有青钢银有九头 选择先下来龙空 把视野给排除了 这一波 有EC打龙速度很快 GamingEvely需要过来看 这个打龙速度太快了 有眼吗 KG选择上来先来人 但是大龙已经被Evely给拿下了 上三五 正面再打 男琴的血量不是很好 泰坦给一个保护性的大招 而与此同时我们能看到 由于武器大师装备不足 下路带线速度有限 只带掉了对方的下路一塔 有点亏麻了 他现在KBG很有纪律性 看到贾克斯露头了 马上打大龙 而且打龙速度巨快 没错 毕竟是刚出生的嘛 只有九千多的血量 上路又来找到了 两套技能 再加一个大招直接斩杀 真没办法呀 因为剑魔目前身上一点魔抗都没有 中路为了打亚索 是做了一个铁板靴 难受啊 现在经纪领先KBG到达七千一了 这局好像没有什么翻盘点了呀 而且两条小龙都在KBG的手中 有点走远了 没办法 刚才我们最后说的那个英雄的选择吧 贾克斯 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因为对面已经拿了一个青钢引了 后期有一个单带点 那你这边如果没有的话 打到后面会比较吃亏吗 对的 乌黑妹就是在BP上面 没有更好的英雄能拿出来了 对的 现在三路齐推 中路高地先被破 勉强手线 要防守上路 但是九筒这个大招开的很不错 给亚人手切了一个大 大起了这个贾克斯 不过后续应该打不起来 DOMS7撤队的速度很快 能把上路这一波兵线给守下来 不过下路青钢引 又把兵线给带到高地了 哎 力量被抓到了 反正开启一个大招 但是Sunflower is a real 有一个水银系带在身上 中路下路高地都被破 上路 只剩下上路的高地了 都来几火搁浅 大唐过来又是秒剑魔 爬到双杀 克劳德走不了了 要一波了 只剩一个卡沙 三杀三技能加闪现进场 想开一个 南起王这个位置 逼出闪现 但兵线和蓝色方的兄弟们 都在塔下 是的 要一波了 这一波 让我们恭喜KBG 恭喜 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 确实是比较迅猛地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目前的比分是1比0 确实啊 我是感觉 目前在这个版本 哪边中路会玩亚索 真的能给队伍带来很大的帮助 是的 这一公秀 太棒了